大家好 我是許民雄 今天是12月14號 我們今天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68點 那上櫃 上櫃跌幅更重 上櫃的地方比較中小型一些股市下跌 4.1大點 1.8%跌幅更重 那也因為昨天 昨天晚上 那英國 他們有一個確診的 Omicron的一個病 的一個人 那已經是過世了 死亡 那造成大家開始會有點緊張 其實不用太緊張 那其實英國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那我看到 看到數據報導他們現在確診的人 新冠病毒確診現在 他們Omicron來說的話 已經佔有40% 其實非常非常高 那存染力非常強 但是他的致死率來說的話 那很低 那也就是說也是 但是還有就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可能就是都已經是無症狀 無症狀 好那昨天美股 昨天美股來看一下 美股昨天 跌幅比較重的地方在這裡 來 這些費城半導體昨天下跌了 100點 下跌100點 下跌100點 2.5% 那其實跌幅很重 那其實我們今天台北股市 像我們的 半導體來說的話 我們台北股市今天下跌沒那麼重 像台積電只有下跌差不多2塊錢 那聯電只有0.4塊 其實我已經是 事前已經有先跌了 有先漏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半導體沒有跌 指數還只有跌168 那半導體台積電連電如果再跌的話 那可能就不是這樣的點數 操作還是要注意一下 還是要注意一下 高檔地方的風險 高檔 這我不斷的在節目上 我會跟 不斷跟大家來提醒大家 高檔地方的話 高檔還是要注意一下風險 因為這 因為目前為止 我也知道了 大家都很想要賺錢 我也知道 我跟你說 像納斯達克還是會很震盪 還會比較大 還會震盪 還是會震盪 還有像道琼也是一樣 你也知道道琼 那目前會再繼續震盪 這是我的看法 還會再震盪 那我們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現在目前為止 你也知道我們已經連續 三根的黑K棒 這三根黑K棒已經跌幅 已經加起來 差不多有300點 300點 有300點 你不要小去 今天收在17599 17599 那最高我們這一波 最高的收在17988 17988 差不多要400點 差不多快400點了 好 這是我們台北股市 現在目前為止 在操作還是要 還是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那目前為止我認為 那 那其實 其實 這個 我不孔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但是 我就說過 心裡面 那個層面 大於10值 心裡面是大於10值 好 那我們台北股市這裡 其實我們的上櫃指數 昨天再創歷史新高 昨天再創歷史新高 那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再創歷史新高 那今天就一根的黑K棒 在之前也是一樣 不是只有這一次 你可以看到 在上一波段的時候 創新高的時候 隔天也是一根黑K棒 沒有那麼巧 這不是巧合 那也因為昨天美股 還有一些民營股 就是一些 漲很多一些股票 那些小型股 標漲股 現在都拉回來 那我們台股也會 有所借進 大家會有一點 比較會擔心 擔心我們這些 一些小型飆漲股 跟美股一樣 那種民營股 民營股就是這些 比較小型的公司 最近期飆漲這樣子 那所以有講一些 像民營股 那連帶也 說實在都會影響 都互相所影響 互相所影響 這是一定會的 好這是我們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 那美股的重挫 那其實我們 美股它在我們盤中 的電子盤 其實已經有止跌了 已經沒有跌幅那麼大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全球文資色變 其實 其實 也不是因為 Omocom這個 這個新冠病毒 出來我們才來講說 像高本益比 炒提災股 漲多的股票 這些股票 本來就要有戒心 存這些股票 本來就要注意 本來就要很小心 其實買股票 不是 不能只有看到利潤 我一直跟大家所講的 不能只有看到利潤 要看到還有什麼東西 風險 風險 那這些高本益比的股票 那真的要特別要很小心 因為在高檔在震 如果震浪有賣壓的話 第一個一定都是先賣這種股票 沒什麼 高本益比 還有什麼 漲 炒提災股票 因為炒提災股票 有這麼多股票 都是沒有什麼 沒有實質面 都是還沒有 那個獲利率 獲利還沒有跟上來 基本面還沒跟上來 這些股票 要特別注意 還有漲多 漲多的股票 這漲多其實是最大的利空 這是最大的利空 這些都 其實本來就要注意 要小心的這些 不是說今天我才能拿出來 不是 幾乎每一天都會來告訴你 如果有 如果有漲高的 那 比方說有漲比較高的地方 的位置 像我就會來跟大家說 就不要再追了 我經常會來講 尤其是在早上 早上9點的時候 我的節目 那如果有開高的話 我請大家不要追 不要追 因為時間點 時間點還有我們位置 都不對 因為指數在高檔地方 你 它很容易開高 股票很容易開高 因為那一開高的話 就有人去追價 追價 股價都一直往上衝 那時候 其實 也很危險 你要想想看 你追到股票了 那接下來 還要有人幫你再推上去 還要有人幫你推上去 他會怎麼樣 就往下掉 要特別注意 好 來 我們所操作的就是 一些地位階族群 地位階族群 還有 短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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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新題材 明年的新題材 這我們隨時都會去操作 就是說 它有拉回的時候 我們就 有拉回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場來做 但是這 今天 我們也是把一些股票 我們先把它 我們有一些 停損的股票 也把它停損 我們還是停損 不要說每個人都賺錢 沒有啦 還是有停損股票 我們還是要 今天還是要做一些停損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手中的股票 我們還是保大部分的現金 我們現在股票只剩下一檔 一檔股票 一支股票 我們的 這是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有一檔的 有兩檔的 這樣子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要收回 多點資金 收回多點資金 那以備 那不死之虛 就是萬一股市還要繼續跌的話 那我們才會有機會 那它漲上去呢 它漲上去 我們還是有一些股票啊 還是有第一位接的股票啊 我們還是 來操作啊 所以你根本 其實 你根本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沒有股票 沒有 還是說沒有一些題材 可以 沒有一些題材 好題材 的股票來操作 不用擔心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些問題 你放心 那要股票 其實 你要股票要多少 通通有啊 問題是要有錢 你手邊都是股票 你要把 你已經在跌了 你要把它換成錢 那時候就是怎樣 要 就是要賤賣了 就是要賤賣了 所以 盡量我們 有機會的話 當然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說 就是要 要在 現金部位要增加 現金部位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尤其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在歷史高檔附近 我也是跟大家說啊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在歷史高檔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在歷史高檔附近 我們高檔的地方 是在一萬八千零三十四點 現在目前為止 最高檔是要17988 我也是跟你說 那目前為止 我們高檔地方 我一直每一天都不斷的 跟大家說 你要增加現金部位 那有比較 股票有漲比較多的一些股票 還是要把它賣 解碼或是賣出 要把資金收回一些 那以防 像現在為止 跟大家所看到 就是現在有在拉回 今天其實拉回的話 今天 台積電還有聯電沒有跌 小跌而已 不然的話 整個大盤今天會跌幅 會非常重 很多股票今天都非常重挫 蠻嚴重的 前幾天在強勢一些股票 我就說大家不要追 早上九點的時候 我還特地在強勢股的附近那邊 我跟大家說 這些股票不要再追了 很多股票今天都跌停板 都前幾天看到 前 昨天看到強勢股的一些 一些強勢股 今天都要到弱勢股的地方 都跌停板的時候 去找 你就看到了 所以 還是要操作 還是要 還要注意風險 注意風險 好 台北股市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也是在歷史高檔附近 還是要注意 投資有風險 如果跟我們一起操作的話 那我就會幫你 把這個風險控制住 控制風險 這是我們存在的目的 來 我們再來看 來 這個太陽能 現在沒有成為止 現在排名上最 最再比較一致 還是在於太陽能 就是太陽能 這塊太陽能 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比較好的表現 因為今天最再沒有 應該還沒有 還大部分都有漲 大部分都有漲 像6477的安吉 還有6244的茂迪 還有6443的元晶 現金今天跌 現金今天跌 現金今天跌的 將近有5%左右 有5% 還有2406的國碩 今天還有漲 那太陽能 大部分都還是有漲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來 太陽能外公 我跟你說 就是 他們這 太陽能發電 4年增加4倍 增加4倍 這會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這個太陽能 這個未來 它是一個不可擋的趨勢 但是問題是現在 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基本面 都還沒跟上來 但是他們 他們的產業 這個產業 其實他們已經 已經在往上走 已經上來了 但是他們的基本面 基本面 還沒起來 還沒起來 那 也因為這樣子來看的話 像很多的太陽能的話 會讓你感覺到說 好像有點貴 都應該說不賺錢 一支顧面都要450塊 有點貴 但是你要想 未來 其實我們操作來說 就是看未來 未來 他們未來的話 他們未拉量越來越大 他們越來越來越大 那我認為 美國那邊 我們會有轉單 因為很多 很多 也有一些人 在談到說 有一些人談到說 美國的那些太陽能板 我們台灣 他怎麼可能 他們美國自己生產 他們不會來給我們台灣轉單 No 錯 會有轉單 會有轉單 美國不再做那種太陽能板 沒有啦 拜託 那些事情他們沒有在做 他們沒有在做 他們還是會進口 我們台灣是蠻有機會 可以收到會有轉單 會有轉單 這是我的看法 來 太陽能 來 飛鴻 飛鴻昨天 這是12月7號 前例股送給投資朋友 昨天漲停板 昨天漲停板 12月7號的家 然後大概 大概有跟投資朋友說 大概是買在38元上下 38元左右 昨天漲停板 昨天12月13號漲停板 昨天禮拜一漲停板 今天差一點跌停板 盤中差一點跌停板 那收盤是下跌的3.4% 3.4% 還是有小賺 這張股票 今天賣壓真的很重 今天其實真的是賣壓很沉重 而且今天 在半導體沒有跌 照理說今天要跌半導體 但是今天是沒有跌半導體 跌的都是一些中小型股 當然是落著要中小型股 好 那這是充電樁 這也是 這未來的趨勢 他們還是有機會 但是目前以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不管 還是會賣壓會比較大 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會把它先頗利了結 因為我們還是要注意 還是要讓我們會員 不能讓他們能夠賺錢的話 當然要給他回收回來 好 這張股票是飛鴻 那這明天 明天如果 那整個盤勢沒有止跌的話 我們先 我們可能會先 把它獲利了結掉 希望還能夠有獲利 希望還能夠有獲利 來 這是飛鴻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這裡飛鴻他們的充電樁 那現在目前為止 他們是有跟誰在合作 在Share Share 就是殼牌 殼牌 殼牌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在美國的一些 美國 他們的殼牌 他們是很大一間 他們一些公司很大 其實你在十字路口 那美國的一些大馬路 十字路口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有殼牌 還有一些公司 還有艾克森美孚 都有還有 那些公司 但是他們的一些 他們的加油站 現在要轉型 他們要轉型什麼 轉型做充電站 所以 跟誰要找誰合作 找飛鴻 找飛鴻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 到時候不只說是美國 可能全球都會有這種需求 好 這一期飛鴻充電裝 那這我認為 如果有 那真的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賣壓比較沉重 尤其 賣壓比較沉重 中小型股 那我們也可能要把它 先獲利了結掉 好 這一期飛鴻 飛鴻 好 來 來保 12月2號短線操作 這個我們沒有公開 這沒有公開 到了12月9號 我們才有公開 到12月9號 那已經有漲幅一大段話 說這不要再追了 因為我們準備要獲利了結 我們要獲利了結 好 那 在12月10號 隔天之後我們就把它 73塊把它獲利了結 那這一段 33% 33% 這支股票 它有好幾個利多 你可以看 來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看 儲能自動化 調平控制 調平服務 這個 這個 儲能 其實儲能這個很重要 以 萊寶斯 他是萊德 2349萊德子公司 這是幾項 一 這是一 再來 第二項什麼東西 第二項是PMOLED2 這是2 PMOLED 這是2 3 電磁模組 3 電磁模組 這幾項 都實在都 說實在 這都是不錯的 還有 還有就是什麼 圓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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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為止 他們 大家在吵 在談的 就是在這一個 第四個 圓宇宙 第四項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項目 它一個利多 一個利多 一直出來 那 現在目前為止 它短線上 你可以看 直升機在上漲一樣 我們就先把它獲利了結 73塊 把它先給出掉 先給出掉 到沒有整個字 當然要 買股票 你說有買有賣 你如果沒有賣掉 你看 你看我們沒有把它 沒有把它賣掉的話 出清的話 沒有把它出清的話 今天收盤多少 剩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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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塊 63塊 跟我們73 差了9.5元 差了9.5元 那等於說是我們買 再買54.8的話 9.5元 是差不多10% 非常非常多 而且實在非常多 那所以震盪 我就說它這個會震盪很大 因為它會震盪很大 來 這支 這是來寶 那當然它拉回 以後 我告訴你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來再操作 這張股票 來 再來寶 我們會再來操作 好 這是來寶 那我們今天還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陽明先把它出掉 很可惜 這些 航運的獲利王 但是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是 現在要怎麼說 現在的賣壓 會很重 賣壓很重 好 加上中國那邊 現在目前為止 有疫情 有比較在升溫 有在升溫 壓 那中國政府 已經有限制 像台商 有很多公司 要他們 讓 令他們停工 停工 停工的話 可能 要 就地 可能就 就地防疫 可能也不能回家 真的 真的 現在可能就是要 要求他們可能就先 過年了 很多公司 很多公司 那這些公司 我們也不用 一一去點名 我們知道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先 把一些 先獲利了結 賺到就沒關係 我們也還有賺 我們先把它獲利了結 今天是 今天是在122 在這裡 今天賣掉這一根 這122 我們也是先把它獲利了結 111買的 這樣 賺12塊 好的 賺了12塊 先獲利了結 沒辦法 因為 現在目前為止 中國那邊 還是有一些狀況 還是有些狀況 好 那現在疫情 也有在升溫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為止 很慶幸 我們都還是零 我們都還是零 每天看到加零 我都滿開心的 好 來 陽明 這是我們 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是我們的 高階會員 這是我們高階會員 這個是我們的專案會員 專案會員 專案會員的話 是做比較短線 做到這裡 獲利14塊 獲利14塊 這之前講過好幾次了 好 這是陽明 那最後我可以看 我說 我都 像昨天的話 我已經不在意 有一些短線 一些股票 我已經說不在了 不在用 因為我 我認為 可能會有一些風險 我昨天一直跟大家講風險 你如果聽到的話 希望你能夠記在心裡面 希望你能夠記在心裡面 然後去執行 如果沒有辦法執行 找專家 找專家 那我也可以讓你來 讓你來依靠 讓你來依靠 那 我們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 這樣的 這樣的跌 其實不是 這樣的跌 要隔外小心 要隔外小心 因為今天的跌幅 像航運股來說的話 跌幅有4點多趴 跌幅很重 跌幅很重 好 那這是我們 我們 最近 不會開 不開牌 不開了 這是潛力股 我們最近都不要 都先不要開 因為 因為怕說影響到你 怕營用的力 昨天的話 我們第一 先暫停說 不給大家 不來選出潛力股 那我也 昨天一直告訴大家說 風險上的問題 好 那聯電 今天小跌 今天小跌 那我們 聯電 那我們 續報還沒賣出去 我們還沒賣 還有利基電 這檔股票還要注意 那有低檔地方 可以去低接 那當然現在目前為止 先保留 如果有現金的話 先保留現金 先等待 不要著急 這桌股票養位 不用急在一時 好 那這目前為止 我們 其實在操作 就是要一步一步來 那有看到風險的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把錢 把它退出來 要記得 不然這樣 報上報下 這一整個行情都過去了 那就太可惜了 好 這些 這些元宇宙 還有高速傳輸 還有低軌道衛星 還有一個低潤 還有一個DDR5 還有一個DDR5 那這都是為了我們 我們台股的一些新題材 例如一些新題材 這些都很重要 好 那掌握產業 掌握產業先基 你才能夠低檔買進 你真正能夠賺到大錢 你用追的話 你只要看到價格 其實你買不買不買賻 你買買不多 一追都追在高點 買又買不 如果買很多的話 你也很擔心 要躺不去 其實買股票不是這樣來操作 不是這樣操作 好 那赢家才能够帮你成为赢家 要记得 那赚到了钱的话 要守住 你如果没有守住的话 你没办法成为赢家 赢家是要不断地一直赢 不是说赢一天就赢 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欢迎你可以来癌店 或是到在生活圈来这边 加一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